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 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靠 我是主讲任志哥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资点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RDD的概念,RDD的执行流程,RDD的属性和RDD的弹性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QO军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会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和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说一下RDD的属性 那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已经说下了RDD的概念和RDD在做什么 也就是RDD的执行流程,对吧 那这节课我们来主要说一下RDD的一些属性 它自带的一些属性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我们当前的idea 那在idea当中 我们在介绍RDD属概念的时候 简单说了一下RDD当前那个类 对吧,咱说一下当前那个类 那其实在这里RDD的属性 已经在这个类当中 上面的这段注节里边 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 那这里其实RDD的属性 一般有五个 也就是哪段呢 同学们,其实就是这段 也是这段 其实这五段翻译过来 分别代表什么呢 其实它分别代表这么几项 首先第一个 它一个list for partitions 对吧 那这里代表什么呢 就是一组分片 一组分片 也就是一组partition 那即数据集的基本单位组成 对于RDD来说 每个分片都会被一个计算任务处理 并决定并行计算的力度 用户可以在创建RDD时 指定RDD的分片数 这个位置 咱可以指定当前分片数 如果没有指定了 那么会采用默认值 默认值呢 是程序分配到CPU的 code核心数目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RDD属性 一组分片 除了在这里 一个foundation 这个foundation 当前computer 一个计算 一个计算分明 那在这里 这是什么呢 这个翻译过来 其实就是一个计算 每个分区的函数 一个计算 每个分区的函数 那在里 Spark中RDD的计算 是以分片为单位的 每个RDD都会实现 当前computer函数 也就是这个位置 写着computer听的 没有事 都是computer computer函数 以达到这个目的 computer函数 会对迭代器进行复合 不需要保存 每次计算的结果 其实在这里 这个我们可以 稍微向下来找一下 看这个位置 在那 大家看那 其实RDD类当中 其实有在当前 computer的一个方法 其实它你看 它的反位值 就是一个iterator 迭代器 对吧 所以当前第二个概念 同学们 第二个概念 第二属性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计算 每个分区的函数 除此之外 第三个同学们 它是什么呢 它是RDD之间的 依赖关系 RDD每次转换 都会形成一个 新的RDD 新的RDD 然后呢 所以RDD之间呢 就会形成 类似于流水线一样的 前后依赖关系 这个后期 咱们学习 前会讲一下 什么叫做困点依赖 然后在部分分区数据 丢失的时候 Spark可以通过 这个依赖关系呢 重新计算 丢失的分区数据 而不是对整个RDD呢 进行重新计算 所以这里啊 它呢 存在着一组 依赖关系 它依赖一种 其他的一组 依赖关系 除此之外 这里 再往下 一个partition 那么这里 一个partition 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G RDD的分片函数 当Spark中 实现了两种 类型的分片函数 一个是基于 Hashi Partition 另外一个 基于的是 Range Partition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 当前Hashi Partition 对当前 我们的分须 进行冲写 我们可以自定于分须 对吧 那系统呢 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叫做Hashi Partition 还有一个叫做 Range Partition 那么这里啊 只有对 Key Value的RDD的时候 就剑子对的RDD的时候呢 才会有partition 也有非RDD 非这个剑子对的RDD呢 但partition呢 只是None partition的函数呢 不但决定了RDD 本身分片的数量 那么这里啊 也决定了当前 判那个 负RDD的SURF 输出时的一个 分片数量 所以这里啊 这里 他的这个partition呢 主要应对的是于 剑子对的RDD 剑子对的RDD 然后这里啊 他也告诉一句话 他在这看哦 cdata的RDD is Hashi Partition 什么意思呢 其实咱们默认用的 比较多的呢 都是默认的 都是Hashi Partition 这个我们在学 自定于分区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解释 除此之外呢 这里最后一个属性 也就是一个列表 那么存储啊 每个partition的位置呢 其实呢 是对于一个HDFS来说的 在这儿 在这儿 看这儿 block locations for HDFS field 也就是说 在这儿 存储每个partition的位置呢 它是对于一个HDFS文件来说的 那么这个列表呢 保存的就是每个partition所在块的位置 按照移动数据不如移动计算的理念啊 Spark呢 在进行任务调度的时候 会尽可能的将计算任务分配到其所要处理的 块存储位置 所以咱俩啊 这个位置相当于什么呢 其实就是也是一个移动数据的方式 你看这边 所以这里这也是当前啊 这五个呢 就是当前RDD的一个属性啊 最主要的属性 其实总结说来呢 这五个属性 我们可以简单记一下 其实啊 RDD呢 第一 第一 RDD呢 可以看作是一系列partition的组成 第二 RDD之间呢 存在依赖关系 第三 我们的算子 即函数啊 咱们处理 包括像什么TestField FieldFightMap Map这种函数啊 那么这种算子啊 是作用在partition之上的 第四 分区器的作用呢 是在keyV 也就是剑子对形式的RDD啊 除此外 partition呢 提供的最佳计算位置 类于数据处理本地化 计算向 这个计算向移动啊 而不是移动数据 也就是说 说辞白点啊 也就是说我们是移动计算 不是移动数据 因为移动数据是很耗识的 所以在里啊 这就是RDD当中 最重要的核心 五大属性 那OK 在里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